于怨起不行了 深夜鼻子出血 狂吐 发烧 头发快没有了 昏迷用上呼吸器 于天大喊叫女儿名字 李亚平承认没有希望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准备好 现年37岁的台湾新二代于怨起人生路不平坦 自2019年生下了二胎后 锦衣周被确诊肠癌复发后 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 她的全副精力不是照顾才出生的孩子 而是放在了治疗癌症上 事实上于怨起的儿子才出生一周 她就已经被送去做化疗 因为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癌症已经到了第四期 且发生了转移 身体多处都长满了肿瘤 医生诊断她的人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生存息不超过两年 不过于怨起依然很顽强地想要活下去 只为两个年纪上小的孩子 只可惜她的情况比较严重 开刀的频率都抵不过肿瘤生长的速度 6月17日才顺利接受了肝肿瘤的摘除手术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再度发现肝部有阴影 而再度动手术 以她这样的情况来看 未来的日子要承受的身体 以及心理上的痛苦只会更多 不论出身背景 不论身份地位 于怨起如今这样的境况 也的确还是值得同情 尽管她如今这样的局面 形容起来就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其实于怨起是完全有机会 避开这一次的肿瘤复发 至少不用等到发现的时候 已经病入膏筐 于怨起这一次癌症是复发 而不是首发 早在2014年她就已经罹患过直肠癌 当时是三期 在她努力之下最终还将癌症治愈了 当然医生也曾经告诫过 治愈并不代表不会复发 需要的是她本人在生活上的多加留意 以及病期的复减 只可惜治愈后的于怨起沉浸在幸福之中 起初还有去复减 后来就已经没了这回事 治愈后的于怨起 经历了结婚生女再生子的美好人生阶段 本来以她的身体情况适不适合在怀孕 且她天生子宫不良 医生判断很难受孕 没想到婚后一年就怀孕了 这自然令她喜出望外 不顾风险生了首胎 生了首胎后于怨起尚未满足 还得一想二 不足一年又怀了二胎 从怀上二胎开始 她就放弃了去检查癌症 事实上在怀二胎期间 她已经有感身体不适 只不过担心检查会对胎儿有影响 所以一再拒绝 而不只是于怨起疏忽 全家人都沉浸在二宝的喜悦中 丝毫没想到她是一位患过癌的妈妈 终于二宝如期在2019年10月出生 孩子出生后 于怨起才去做了例行检查 这一查才发现癌症已经复发 且到了不可逆的程度 本来二宝出生是一件喜事 这喜悦还没散去 接下来就是难以承受的噩耗 尤其是医生宣告于怨起于下的 人生不足两年的时候 事已至此 再去后悔也无补于事 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活下去 好好活下去 当然代价就是不断接受化疗 放疗以及手术的折磨 从2019年10月 于怨起被确诊复发后 她就助手在为割除身体的肿瘤 做各种放疗 整个过程不容易 不只是有不断的痛苦 还有不断突然冒出的新肿瘤 让于怨起心灰意冷 于怨起在2020年2月 先被割除了肺部的肿瘤 整个进展一直都相当良好 还曾令她与家人喜出望外 之后又助手要割除肝部的肿瘤 没想到在手术前做检查时 被发现身体的淋巴处在肠出了5个肿瘤 其中还有一颗是恶性的 当时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恶性肿瘤切除 肝部肿瘤手术一直被推迟 之后因为癌细胞居高不下 只能继续观察 直到6月整体情况恢复良好 才顺利摘除了肝部肿瘤 总以为在摘除了肝部肿瘤后 于怨起的病情得到了控制 她还一度出院回家与家人团聚 然而在早前回医院复诊的时候 又再度发现肝脏处有阴影 这一次医生连检验都不检验 直接要求她割除 也就说距离她上一次手术 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她又在近日动了第二次手术 虽然是比较低调 但是还是被媒体发现 而这一消息也得到了 她的母亲李亚萍的确认 对于如今于怨起一家人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事需要再隐瞒的 所以于怨起的母亲李亚萍很大方承认女儿再度动手术的这件事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李亚萍在提起女儿再度手术这件事时 满脸忧伤 不断叹息 为女儿深感难过 直言这条路走得实在是太艰难了 其实于怨起一点都不勇敢 如果不是为了两个孩子 她早就已经放弃了这条痛苦的路子 即便如今她鼓足了勇气接受治疗 但是每一次来医院都是百般抗拒 宁可选择居家堂也不想在医院 更可怜的应该是于怨起的两个孩子 大女儿不过两岁半 儿子不足一岁 可能都要在尚未懂事的时候就会失去母亲 而两岁半的女儿虽然不知道母亲的情况 但是长期看到母亲在医院 也知道妈妈要治病回不了家 这更是令全家感到心酸 尤其是于怨起 所以无论如何 她都努力延长自己的寿命 活的一天就能多看到孩子成长一天 而活下去也成为了于怨起 如今最后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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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